他寂寞的站在自己那八十八层的别墅上 什么别墅八十八层啊 找出八处不合理 这网文小说的霸总都是这么生活的吗 冷眼看着这个吵闹的世界 深夜里他喝了一口八百年前的红酒 这个红酒没有搜吧 你是穿越过来的吧 少爷 上面冷 仆人端木夜里开着直升飞机 仆人都会开飞机了 这么豪的吗 到他的身边 想劝他不要再在楼顶上吹冷风 明明还是夏天 却因为他的别墅比珠木狼马峰还要高 你这一层是一百米吗 太夸张了吧 所以现在已经下起了雪 夏天下雪 太奇怪了 走开 像端木夜里扔了一麻袋的人民屁 感觉好重呀 离开我的世界 端木夜里叹了一口气 少爷 我对你是真心的 这是刘伯尔和龙傲天的故事吗 我龙傲天要尸死守护刘伯尔 说完 低头把麻袋扛上了飞机 少爷再见 端木夜里走后 他却有些惶恐 哼 果然每个人都是在图我的钱财 幸好我的麻袋里装得十五年高考和三年模拟 你有没有人心啊 他被你骗了 想到这里 他伤心的笑了 这什么形容词啊 有问题吧 这还差三个 这没有错吗 还有哪里啊 扔了一麻袋的人民币 哦 也应该是扔钞票嘛 对吧 然后少爷 我对你是真心的 这句话 他有些惶恐 图我的钱 时间不够了 对吧